先提到325这一题 实际上这一题 Obset Indirect Index 其中假设我需要把部门也放进来 部门如果刚刚假设放在前面 好像会乱掉 你公司要重来了 不然的话有个方法 干脆你就把它放尾巴好了 比如说这个多一个栏位 叫部门好了 如果假设我希望 我希望在 他的资料里面多一个栏位 因为他给你的资料 就是有部门这个栏位 但是如果你假设正规话 你没有产生这个栏位的话 那你会查不到他到底是哪个部门 比如说你希望用V的栏数查询 哪一个人 他的部门是哪一个部门 那这样的话 你就查不到这个资料了 所以如果假设 我希望能够把部门这个栏位也产生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也把人 有没有这个人是哪一个部门 这个人是人事部 有没有 那这个人的话呢 张扬这个 他是业务部 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人事部 那问题来了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放在这里 这个资料放在这里 有没有 一直在推 有什么方法 难不成把它全部选 然后把这空白栏去掉吗 好像也很麻烦 所以如果假设 那我们先不考虑用那个人工作业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用哪个函数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要用什么把它移除从 好像也不行了 OK 我们不要想那个奇怪的招 我们用那个函数 如果函数的话你就要思考一下 第一个呢 当然我们用Offset 因为这一集是Offset 我们也一样Offset 插完数 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Offset 这边Offset 有没有 O开头嘛 然后一样 他有五个参数 不过其实用来用去就是前三个 安确定 OK 第一个 以哪个当基准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B1了 你就以A1当基准 A1这个当基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 底下这两个参数一定要加啦 这个是蓝 他相差几蓝 他同一蓝 都在A蓝 我要抓的资料在哪里 都在同一蓝 所以其实理论上 将来底下这个公式 它的第一个跟第三个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相差几列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假设以这个当基准 然后要取得这个的话 基本上相差几列呢 相差一列嘛 相差一列嘛 那这个相差几列 好像又再加4吧 所以这个应该再加4之后 加4的一倍 有没有 5嘛 然后这个呢 再加4的两倍 等于是加到8嘛 这个应该9 对吧 那这个再加4的三倍 3倍是12嘛 所以应该是13 所以它是不是有个规则啊 对 它这个规则好像就是跟4的倍数有关 而且它基本上喔 它的初始值是1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再加上4的一倍 下一个4的两倍 4的三倍 所以其实好像跟刚刚的那个公司有点点雷同喔 所以呢 我只要做什么动作呢 第一个先把那个数字先产生 所以如果假设啊 我先不要用Obset 我先取消一下 我先思考一下 如果产生1 再加4的一倍5 再加4两倍9 3倍13 这个数字要怎么一直把它往下 那这里的话当然喔 如果我今天预设值是1啦 1 当然你就填入1 1的话呢 你向下填满它一定全部都1嘛 OK 可是我如果希望呢 让它向下一个是4的一倍的话 那其实我是可以利用之前我们类似的 有没有 前一个那个Colon跟Row的组合啊 只要向下拉就加上4的一倍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Row 小瓜糊 这个时候呢 它会取得什么呢 Row小瓜糊会取得你目前蓝 你目前储存格所在的这个列的位置 所以会得到的应该是2啦 目前在第二列 所以这个是2嘛 那问题我这个时候 目前这个时候应该不用加啦 所以我就怎样 先把目前所在的列先剪掉 归零一下 有没有 目前的话剪掉之后呢 把它 记得一定要先刮扶喔 不然的话它 会执行乘 再执行加减喔 所以一定要先把 那个 减的部分先刮扶起来 好把它剪掉之后 后面一样喔 乘上4 乘上4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什么 一样的道理嘛 如果这个储存格 那就不加上4的一倍 4的倍数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向下拉它就变3 3-2 因为1嘛 1乘上4 不就4的一倍了 在4的话呢 4-2 那不就2的 不刚好2倍 再往下不是3倍 那不就刚好满足 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公式了吗 有没有 所以喔 这个 推出来的结果 打勾一下 那我把它 前面往往加等 等于这个公式的结果 帮我把它显示出来 那路外的话 把它向下填满看一下 是不是1-5 1加4就5嘛 那再加4的2倍 那就9 再加4的3倍 那就是13 好像没有问题耶 而且刚好满足我要的 有没有 再加4嘛 有没有 再加4一直往下 所以理论上呢 这个公式 如果做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公式 再放到offset里面的 第二个参数 那这样我们理论上 应该就可以把部门 每个人的部门资料 全部都带过来 这样试试看好了 所以第一步 1加上roll- 记得这个一定要刮乎 乘上4 然后再把公式减下 不包含等号 然后把这个公式呢 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offset里面 的第二个参数 那以哪个当参考的 reference哪个基准 以A1当基准 然后呢 我就把它贴到 这个roll 这个rolls里面 这边 好 那这样来的话 column输入0 这样就OK了 那因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把那个A1的E 前面记得把它锁起来 只要锁E就可以了 A前面其实不用锁了 因为等一下没有要向右拉 所以A前面不用加前的符号 好 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公式完成了 我们试试看好了 这样会不会能够得到正确的部门结果呢 按确定 我看一下 向下填满 看对不对 人事部 业务部 人事部 采购部 没有嘛 应该都对了 OK 所以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土法链钢了 不然的话 如果要土法链钢 那真的应该是很麻烦 而且 资料量 现在这个看起来还蛮少的 如果资料率多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OK 所以这个额外补充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把这个部门的栏位也产生的话 那我可以透过那个Row加上Offset 就可以完成了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